等一下... 妳們先吃他幾歲 腰球一定更厲害 四十一吧 四十一 對 差不多嗎 四十四十左右 好 很開心 很開心 那我要吃了嗎 四十一 妳們都在四十一 四十四十一 差不多 OK 好 我的天啊 五十六十耶 剛才這樣耶 五十六十 你才那麼大 真的 我小孩都快要三十 真的嗎 真的啊 我三個小孩跟小S一樣 妳小孩已經快三十了 二九啊 二九不就三十嗎 我的天啊 真的 秀慧姐的話 大家都知道我幾歲 我不知道妳幾歲 妳讓我猜 猜 但是 不要啦 我請司機送妳就好 好 很可怕 我生氣的 七十幾歲 五十七啦 那也誰擦兩次啊 我覺得他超多擦到有點生氣 他們擦一歲沒有再擦 我擦一個月都有再擦你知道嗎 那妳說我是不是很準 誰擦兩歲而已啊 真的很準啦 可是我覺得秀慧姐皮膚超好的 很崩 整個人很崩 很精神 妳有拉皮嗎 我真的沒有拉皮 妳這個馬尾保然後緊到 我真的沒有 好比真的妳還滿痛的 可是我這個馬尾 妳放下來的話 我的眼睛會在這邊 對 拉太緊了嗎 就是拉那麼久 妳一路玩意 一定會立刻把頭好拆下來 然後大肆的按摩對不對 沒錯 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秀慧姐的 身材也保持非常好 對 是超厲害 很難 身材真的是沒話說 一定要的 妳剛才站起來 我看是腰很細的 對啊 而且很光耶 真的 這腰真的很厲害耶 現在就 脫掉不要穿了 這樣要加肩 好 這樣太多了 而且胸部感覺很挺白 你也在那邊 我還不穩 對 還挺耶 所以妳是有在行坐運動 還怎樣 我一點都沒有在做運動 然後妳是控飲食控制 對 我是靠 然後呢 我就是 絕對不吃什麼 我什麼都吃 我只是不吃牛肉 那是 是不是 滴酒不沾 我 滴酒常沾 那倒酒就沾 那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我有個習慣就是我喝酒 我就沒有辦法吃東西 就不會嘴巴 有的人就喝酒 會喝什麼熱湯 又吃什麼 我就是一喝酒 我什麼都吃 妳是什麼酒都喝嗎 沒有 因為年輕的時候 妳要喝葡萄酒 可以養顏美容 可是妳過了四十歲之後 妳在喝葡萄酒會發胖 所以妳要改喝威士忌 好耶 是不是 妳吃威士忌 可是熱量也很高 葡萄類的 葡萄發酵的才會胖 該不會晚餐也不吃吧 我幾乎是都11點半 開始吃吃吃 吃到大概六點前我就不吃了 真的 它真的很節制 很節制 對 可是我是什麼都吃 什麼澱粉什麼 我都沒有在忌口的 對 那這邊洞臨 這邊就是勞勞蛋 可是小小就是 小小 應該31吧 差不多耶 我32啦 對啊 差不多啊 妳也差不多耶 配個 配個三三吧 再大一點 妳28 等一下 變了妳 妳28 妳93年 94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不是老起來等的啊 就是感覺 我覺得好像有點故事這樣 故事 妳是故事這樣嗎 我有啊 我講很多故事的 我覺得有故事 應該是修惠姐 有笑有淚的那種東西 風婷感覺就是二十出頭啊 可是很多人都認為 我已經快三十了耶 哪有啊 穿著吧 所以妳今天是為了這個主題 才穿這樣吧 沒有 我以前其實 沒有上節目的時候 就是穿這樣子 所以妳這個通常是 什麼情況下會穿成這樣 男朋友 男朋友約會的時候 約會的時候 妳穿這樣 看電影 對啊 我家的男朋友 我有一個大 我快十歲 然後我們站在一起 就是很像童年齡 還有人認為說 他是我第一這樣 不可能 真的 我覺得他裝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他講話的那個樣子 一般路人走過 就是不知道他講話是 就這樣 一般人不知道的 我講話就 妳看他如果不講話 如果不講話的話 不講話就是感覺 會超越二十幾歲 不講話看起來比較遲 對 講話就 所以妳現在是肥男朋友吧 現在沒有 哥哥咧 哥哥女朋友了啦 他哥哥一直講說 不是她的男朋友啊 對啊 這是哥哥嗎 這是我前任 他就是 真的跟起來是大我師兄 對 他有說 妳可以放他的照片 在節目上 沒有 我還是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可是在那邊 問題不是出在你 而是說實在 他長得太像小孩了 他看起來很像蔡昌憲 對啊 有點像 他看起來很像 他看起來很年輕 大你十歲 沒有 我 我那時候是十六歲 你十六歲 然後他大我 十六歲有美肌城市嗎 有啊 有 他現在才二十幾而已 對 所以那個照片中的 你也不是真實你的樣子吧 是 那就是原本的我 我原本就是畫很濃 然後打扮也比較成熟 天啊 我們不要訪問他太多問題 我覺得我們只要會講 然後會一直這樣 跟著我坐這樣子 好 所以到底動靈 是一件好事嗎 也不一定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自己 動靈的故事 可以分享一下 像我有一次去 去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第一次來你們節目 我不知道應該成績什麼 然後我就看到 眼睛看著我 我就 歪開我了 沒有 我們節目很自由 他很怕冷場 什麼熱 他看我 我們有一次 我們節目很喜歡冷場 然後 是這樣子的嗎 不講話 比冷場為樂 對 那我要講完 你講 你現在看著同一個 好想 蕭蕭姐 嗨 到時候 好 我有一次去 我三十三歲的時候 我去那個美國拉斯文加斯 然後我去的時候 先把所有東西都放在房間裡面 就去樓下 去拉吧 就跟我女朋友這樣子 就去拉吧 拉到正床的時候 就一個女警就過來 她就問我幾歲 那我就跟她比較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要看我的護照 我說 我的護照 陰润 我說在房間 她說 叫我出去 我說一頭不水 為什麼 我是沒有付錢嘛 為什麼要叫我出去 然後 講了一關我聽不懂的 我想說 蕭蜜豆腐肉 我現在應該要怎樣 然後旁邊的人就跟我解釋說 他說妳未成年 那妳要出去 未成年是不能來賭場 我說 可是我跟她講 我三十三歲 她說 她不相信 因為妳拿不出護照 我也不相信 對 是真的 然後 然後她就說 出去 很兇 很兇 我說 我把錢拔 其實妳是偷代幣對不對 沒有 我真的就把錢趕快弄下來 她說我就放著我的口袋 我就問我那個女朋友 我女朋友25歲 她說 我說我被她趕出去 我要出去了 妳要繼續玩了 還是要跟我出去 她說 我要出去啦 我說 為什麼妳兇什麼 她說 搞什麼不玩了啦 所以妳那個時候 就是長這樣 對不對 應該就是 我其實說我的樣子 沒什麼變 三十三歲 看起來像未成年 那是真的看起來很勇氣 因為那時候 可是她就是長這樣 那時候我比現在還瘦 可是我沒有化妝 還是妳穿更辣 妳是不是穿的 等一下 修惠姐 修惠姐 那個時候幾歲 妳還綁那個啾啾 就說是這個 就三十三歲 對 所以妳沒化妝差那麼多 對啊 好細喔 妳那個時候是很 很樣耶 很勇氣耶 所以妳可以不要再化濃妝 以前就是 可能做歌廳秀就習慣了 好像眼睛沒有黑黑紅紅的 好像沒有 不像化妝 就像化妝 就很少了 對 那時候還比現在還更瘦 只是因為那是冬天 穿得比較厚 我們還有一種 還有點像混血兒 對 為什麼是混血兒 沒有 那時候有混血兒的感覺 現在就整個是很在地耶 在地是怎麼穿這槓就對了 對 因為地氣啦 但我也有類似像修惠姐這樣 其實就是去國外 我們不是去參展嗎 或表演 然後老外也都會覺得說 妳根本就是 小孩 對 然後妳根本 因為我們就是表演完之後 都會聚餐 然後我就跟聊天 聊聊聊 我就說我17年齡是幾歲 然後我有20年的資歷 他們就說怎麼可能 妳看起來才可能20出頭歲 然後我就說我真的有 那每一次都要先說自己的身分 不然有時候工作他們會冷落我 然後所以就是會有困難 如果你去國外參展的話 我就會盡量穿得很 像芳婷那樣就很有氣勢或什麼 就把架子擺出來 然後讓他們覺得我們不是 打扮成熟 對 對啊 然後 這幾歲啊 這2017的時候 這是妳故意要打扮成熟嗎 沒有 我們這邊是 就是從棟林到現在嘛 那2017是長這樣 這在夏威夷 然後現在2022就差不多 真的都沒過耶 妳這張照片還沒有現在 看起來像小孩耶 果然現在就是 比較成熟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小時候都會想要裝老 故意就是裝容易一點啊 然後或是戴粗框眼鏡啊 就是想要讓自己看起來就是老 然後婷婷妳說 妳是會讓身邊的人 都看起來很老是不是 對啊 我就舉例我老公 他其實才比我大 妳老公還真的比較很老 對 我跟你講比較誇張的是 因為有一次我帶藝人去上節目 然後就是海產 然後我在幫海產調整那個 麥克風那一些的 然後馬國畢吧 因為馬 對 國畢哥就跟我講說 妳們是不是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海產就說沒有 她老公在那裡 他說那個比較像爸爸吧 就把阿湯認為是我的爸爸這樣 所以其實會讓做到 湯爸來了 對 會讓做到 其實這不是妳的問題 因為是妳老公本身找到妳的老公 可是我跟我妹在一起的時候 人家也會誤會我妹是姐姐 因為我妹她也是打扮得比較成熟 左邊那個是我妹 妳妹很漂亮耶 左邊那是我妹 然後... 對啊 她會比較成熟一點點 然後所以... 妳拍照更像小孩耶 我身高跟她其實落差滿大 我跟我爸是不是長一模一樣 妳說頭髮的部分 我剛剛以為... 我剛剛以為那是妳老公耶 不是... 我以為... 我也嚇一下 我以為她老公 對啊 右邊是我妹 左邊是我 中間是我爸 妳爸跟妳老公怎麼長得很像 很像嗎 我真的... 所以妳是念父親節是不是 沒有 可是... 我老公真的只比我大五歲 但大家都會以為 他可能可能比你五十 妳爸落成了一模一樣 妳爸第一次看到 妳老公的歲有沒有火大 想說妳這個老頭還敢... 真的有 有 真的有 有嗎 爸媽其實都有 他以為我們相差 可能有十幾到十 十到十二歲有 她是後來多久才釋懷 其實我一直沒跟... 妳說我爸媽嗎 他們可能看到我老公對我很好吧 對 然後才慢慢接... 才接受她的外景 外景就說外景就好 小姐不信弟在YouTube頻道也看得到囉 每週一支週四中午十二點首播 我們... 等你喔 所以珍妮... 珍妮是 因為我到30歲強調我真的是動靈 好 妳講一下 妳曾經被人家誤會什麼 我到了30歲 我去Seven買酒 店員還在跟我問證件 我說妳在跟我開玩笑嗎 還是妳想看我證件 她說沒有 我們例行公司還要查一下 應該她想罰妳吧 我一直這麼想耶 妳長這樣去買酒 我去任何地方買酒 然後妳剩下五十個話 對啊 是這個樣子 妳本身是... 我女說肩頭買那麼淡的 妳有膠的啦 妳有膠的拿來 可是我是過海關 還被擋住的那一種 因為以前 擋住有兩種原因 妳有 所以跟照顧 我都有 我約有 教惠姐妳整個去看她 是不是罵罵什麼 對啊 所以我講的原因就是這個 有點年齡啦 以為什麼啦 以為妳要去國外的那個 19歲就去念過了 真的 真的啦 妳不要幽望海關 擋妳的意思好不好 不是那年齡的問題 她真的是看我以前照片 跟現在對不上 然後對很久 一直看我... 看到然後她叫另外一個 同事來看 然後等到我真的是 有點不耐煩 我就說到底怎麼了 可以過了嗎 她說我們覺得跟照片 有點不一樣 我說到底哪裡不一樣 真的很不一樣 妳看 不一樣 我真的看不一樣 妳看哪裡啊 我自己弄空關都過不去 這不一樣 這是妳的 這是誰啊 這是誰 這是另外一個人 妳們都看到我的出生年月 不是 問妳出來哪裡 妳為什麼現在變這種臉 沒有 我去 就是一樣跟熊威姐一樣 打電波 微震 然後埋線 讓臉整個變小 可是為什麼會突然 有媽媽嗓的味道 之前沒有 之前比較清楚 那時候比較清純嗎 對 妳如果妝現在卸完乾淨之後 會長像這樣嗎 差不多 可能更漂亮 然後又可能 弄直髮 弄直髮 對 妳現在還可以長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是大學剛畢業 沒有 其實甄嶺 她私底下都是穿運動服 然後如果素顏其實 所以她穿運動服的時候 會有媽媽嗓的味道 我覺得不會 沒有吧 這很健常的那一種 因為蜜亞妳的動... 妳不是動靈啊 妳本來就是小孩 沒有 我是到現在去買酒 去酒吧都還要被查證件 然後開車會被攔下來 會以為小孩開車 對 然後連我去年 我覺得妳現在去讀幼稚園 我都不會覺得 妳一直在看 真的 可是我看 我看幼稚園小孩 好多人說我的臉是 很矮的臉 可能150幾公分 但他們說我站起來 就會很身體 因為我163 也沒有很高的 對 聽老師的話 會變很大師 要洗洗手 我看妳可以 我看妳可以 來 二加二等於多少 四 好棒喔 就是這樣 完全是幼稚園 又變有兒童的臉 像國中生喔 幼稚園 對... 秀惠姐妳知道她男朋友是誰 妳知道嗎 妳... 我不知道妳認不認是911 我認識啊 妳知道這個團嗎 知道啊 春風那有誰 她男朋友不是春風耶 是可以 這是另外一隻 建制嘛 建制妳認識嗎 紅香蟲 那另外一個 那個也帥啊 OK啊 妳哪個很配啊 所以妳男朋友是911 妳面穿不紅的喔 沒有 每個人擅長的不一樣 我只是記不住她的名字 可是她很紅啦 她比較低調 沒有啦 真的是春風 比較受矚目啦 對啊 因為她的樣子 對 我也比較喜歡春風 就是 對 所以妳是喜歡壞男人型的是不是 我喜歡Man的這樣子 酷酷的那種 妳現在是單身嗎 我單身6年了 妳這種會... 妳這種條件怎麼會沒有人追 對啊 不是啦 因為有時候 不想得麻煩喔 對 怎麼講呢 如果我今天我不是楊秀惠 好 我告訴妳 誰真頭 都妳的 沒有一天安靈的 我能了解妳 因為妳太有名了 男生不敢來追妳 也不是 那我就 因為我們會擔心說 妳到底現在是要騙我的錢 還是要騙我的身體 我很怕妳騙我錢 妳不騙我身體 妳錢拿去 妳真的沒辦法 搞什麼鬼啊 對不對 最重要是三號 最重要是一定要先跟你發生關係 當然啊 開心一下喔 妳要先夢獻些什麼 一來就要騙我的錢 這搞什麼鬼啊 是不是 不會有那麼蠢的男人吧 一定要先討好妳 柔一下妳什麼之類的 搞不好 可是我這個人又有通靈的體質 妳跟我說超過三句話 我就知道妳到底是不是 要騙我的錢 真的嗎 真的 我大概猜到八九不離 不離十嘛 妳跟魏姐 不會自己PO這種性感照耶 不會是在IG吧 是在IG嗎 還是 都有 而且最近好像滿常發的 還有那個 弄那個背的那個 說什麼要看正面 哇塞 這個有露 那個臭乳直接炸出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我發出去我才發現 嘿嘿 妳有臉露底 妳是正面 這邊是有小可愛啊 不是沒有小可愛 她拿一個東西遮著而已 沒有 我的手啦 我的手這樣捧著 因為前面都沒有穿到我這邊 它就這樣子拍 這個側尾跟腰線很漂亮 是這樣子拍 就是這個 妳是去刮紗是不是 我去刮紗 下按摩 對 然後妳是想 妳是這張照片 妳是想要秀身材 就是說秀刮紗 姊姊內傷真的很嚴重 這樣子 分明就是想要秀身材好不好 沒有 我真的 我那時候壓根本沒有想到這樣子 可是秀威姊妳平常發這些 一定還是會有很多人私信妳吧 我跟你講 一天到晚 有一些男生 寄履歷給我 說我他可以 秀威姊妳我真的可以嗎 然後呢 有的還 寄照片 我看到那個我就是把他 幫他工作 可是妳會 妳難道不會很想要交男朋友嗎 美鳳姐現在身邊 都有一個伴了耶 對啊 美鳳姐真的 接受我一個嘛 妳先去算命 我告訴妳喔 連那個月老看到我要去伴 我都覺得他都跳起來 我真的 我這個不騙你 我曾經在月老廟 伴了大概快要兩個鐘頭 我伴杯伴了半個鐘頭 伴下去沒有背 我就是為了要一條紅線嘛 對 然後我就說 可不可以給我一條紅線 因為我那時候年紀 大概四十幾歲 我就一直伴... 他就不給我耶 伴了半個鐘頭 很多人在旁邊都竊竊之餘 我心裡想說 他們大家應該都在笑我吧 說這個人就拔 不然會拔 沒有看過一個女生 一直 你怎麼拔都沒有 怎麼拔都對了 我就是要拔他 我最後一句 我就是跟月老講說 月老 我跟你講喔 我已經講了好言好語 你還是不給我杯喔 真的啦 真的有嗎 你那月老好像玩笑 那個月老脾氣比我還沒有 因為月老脾氣比我還沒有 因為月老脾氣就拿一條 他不甩一口喝他 我就一直拿一條 我就叫我朋友 我有說過了喔 沒有鬼啦 沒有拿一條 我朋友說這樣不行吧 月老會生氣 我說 所以你還是六年沒有男朋友啊 對 綁一綁喔 我還叫用耐打 把那個年紅線燒 燒死 才不會... 打死錢才不會掉 對 就去逛街了 回家就泡澡 今天有哪天 紅線燒死 紅線燒死 真的嗎 真的不給你啊 太好笑了 離奇笑是嗎 所以我朋友還可以幫我做證 他還是幫我用燒的 我說妳不要燒到我的手 把它用尼龍繩嘛 把它黏... 等於說它那個尺寸是 不可能這樣隨便留 可能不可能 所以月老把它拿走了 還是不會不好燒掉 你覺得有感情要來了嗎 對 所以你覺得這個 這個也是很玄啊 所以你有做好準備就是說 可能就是一輩子就要單身了 所以有人問我說 修薇姐妳到底有沒有男朋友 我說沒有... 沒有固定的 沒有 所以這邊是 這邊是什麼 老來等 是老起來等 我很符合這一區 因為我從十幾歲 就跟媽媽一起去日本 談生意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這十幾歲 人家就會覺得妳是小孩子 所以會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成熟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在買產品 所以我們就 其實桌上有很多的樣品 但是我媽就會開玩笑說 妳猜她的年齡幾歲 那妳猜錯的話就是要加倍 送我們這些樣品 要再雙倍 然後大家都是客氣 所以會把妳猜年輕 他們可能心裡面想的那個年齡 會再減個兩三歲 他們說我二五 二六 可是我們那時候 二十幾歲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開會的 那個照片 真的就很成熟 這才十五 十六歲 這才十五 十六歲 這十六歲 對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媽媽的關係 你們家就是談生意 對啊 然後妳跟你談生意的 是在 他才跟你談生意嗎 對啊 對 那是一個受訪 這好誇張喔 那個人知道他在訪問一個十... 他知道 一開始見面都不知道 可是後來過了很多年 他們都會看我成長 就是十七 十八 就是每一年我都會去日本出差 他們都會看到我現在 就長得一模一樣 就是除了會忽胖忽瘦 但是其實我現在已經 不會有人猜我是... 真的耶 這是高三 這才高三 很緊 我的媽 高三 小薇根本就是已經教秀了嘛 真的 沒有 可是因為我從小 因為我在日本讀小學的時候 我就是全班最高 我那時候應該小三的時候 就已經一百六十幾了 可是工作的時候 就是看起來成熟 會比較好 對 因為其實我平常 在迷迷課的時候 我就會 反而是會把自己年齡講大 我就會故意就是 客人在我就會講大 我就會說我三八或四十 然後通常 因為我其實就是期望 就是老人都會有這個心態 就是期望別人說 怎麼可能 對 我就是喝酒的時候 就會想說 就是去玩這個遊戲 結果有一次有一個客人 他認真的覺得 我跟他說我四十 他還說 蛤 你四十 你為什麼還要在這兒 你不要在那流連酒吧了 你不要在那流連酒吧了 我跟我說 他很認真的跟我說 你不要流連酒吧了 你應該好好去談戀愛 去結婚 你為什麼要在這裡 然後我就 沒有歡迎 然後我曾經下去你四十 對 我就無話可說了 我覺得我也常常 就是要裝老 因為我以前播新聞的時候 是二十三歲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也會故意把我弄得比較老 看起來要成熟 然後到現在 比如說開會 就是我們雅科 或者是我們餐廳要開會的話 比如說是董事會 我也都會穿全身的套裝 就是讓自己看起來 不要好像那個小妹妹這樣子 雖然已經也不是妹妹了 就是會讓自己看起來 比較成熟 但是我有一個經驗 就是很 我覺得很詭異 我曾經有被鮮肉搭訕過 但當時我是一個孕婦 什麼 我不知道 還有不愧 只是才一兩個月而已 沒有 五個月了 不愧 那妳不愈看了嗎 沒有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五個月絕對看得出來 然後 因為我那一次是跟我老公 我們之前就上台 然後我們就 結果走 就是有一個人一直跟著我 然後就這樣拍我 她就說小姐 妳有沒有說Amy付給我拍 沒有 我被拍到說我是 就抖一下 她就說 小姐妳有微信嗎 妳應該捐款給我嗎 我說妳挺美的 我可以加妳嗎 然後 還真的挺美的 對 然後我那時候是 因為我孕婦超容易受到驚嚇 然後我會拍的時候 我是整個抖這樣 抖這樣 然後我就 我就硬著金口頭去看 想說 這個人有什麼怪癖啊 我就是被嚇到說 不方便 不方便 我老公在那裡 然後後來很得意的跟老公說 你看我懷孕還有人工的搭訕 妳們兩個是真的 常常被說是情侶是不是 非常常 你知道尤其是有一次真的很誇張 因為我女兒那時候畢業典禮 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們一定要打扮得很慎重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然後我兒子就說 我一定要穿西裝 因為他非常想要穿西裝 他就是儀式感很內衛兒子 對耶 他儀式感很重 然後他就說我一定要穿西裝 我說 可是妳穿這樣子會不會太成熟 看起來比爸爸還要 還要就是那種慎重這樣 他說不會 OK的 我很帥 我可以駕馭全場 我說OK OK 然後我們就到現場去了 然後到現場去之後 我女兒的同學 學妹 他就要獻花 然後獻花給我女兒 然後他就問我女兒說 這個是妳弟弟還是哥哥 然後他說這是我弟弟 然後他就說 那他跟他女朋友嗎 因為我站在他旁邊 他說他是女朋友嗎 然後我女兒說 他是我媽 當夏天呢 對 那是不是爽翻天 爽翻天 我整個 當夏離開的時候就說 我靠 我說 我說怎麼會我 啾啾 開心耶 等一下 他可以講 他可以這個可以連續講 三個禮拜 好厲害 這個故事應該要講篇 各大節目了吧 一定 沒有 很驕傲耶 可是到時候妳老公人在哪 我老公就在我旁邊 沒有人理他嗎 沒有 我們三個就站在一起的 對 譬如說 我女兒站在這邊 然後我兒子站在這邊 我站在這邊 我老公站在這邊 然後所以他以為 我是他女朋友 然後他把我老公放在哪裡 他是爸爸 你們的爸爸 對 他是爸爸 也是演演演 也來看一下是不是 對 然後進去那個學校 然後因為他讀的 那是國際學校 然後有外國人在那邊 然後外國人 普遍就覺得說 好像是不是身高 比較矮一點的 都是比較年輕 就是他們感覺 真的觀念比較像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跟媽媽 爸爸去停車 然後我們就走走走 我們想說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是要來我姊姊的畢業典禮 然後那個老師 就是一個外國的男生 然後就看了她說 這邊外人不能進來 男女朋友 男生不能帶女朋友進來 好可怕喔 這個是你媽逼你講對不對 沒有 不要 真的故事 真的故事 真的 這是那一天嗎 對 這是那一天 這是那一天 真的 請問那一天 你有讓你老公 入任何一個禁嗎 我老公是我們全家人 我們全家人 全家才有 我老公會照 對 你沒有很過分耶 好 那另外一組 不得不說 就是 我們知道妳是母女啊 這樣說 怎麼會比較吃虧啊 我會有任何人問過 你現在 所以我比較吃虧啊 要是人家不知道 私家是我女兒的話 我覺得人家 猜不出我的年紀啊 其實是滿明顯的啦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媽媽也有在就是 畢業典禮 她也有參加過啦 幾歲的畢業典禮 妳不要跟我講小學喔 國中啦 國中啦 對啦 就是國中那種畢業典禮 因為她也是 二十三歲就生我啦 所以 差距也沒有到很大 你們自己對真的很難防耶 明明就是冒冒跟女兒 我還在那邊硬說 因為看不出來耶 她還是有些故事 她想講 我跟妳講啊 有一次我跟她錄完節目 結果那時候叫Uber嘛 那她要先把她送回家 然後她又設定 新店的我家的地址 可是殊不知 我想去吃東西跟逛街 結果就在車上 到她家之後 然後我就跟司機說 我待會兒要到什麼路 什麼百貨去 她馬上聽到 又折過來說 不准去 妳就直接把她帶回去 我錢 那個錢已經給人家了 然後後來那個 我就跟司機講說不要理她 那瘋子 結果一上車她就說 那瘋子 不是 因為我那個 可以看到她開去哪裡你知道嗎 因為我幫她叫Uber 結果她就 所以就騙妳那個 送給人嗎 不是 母女有關嗎 沒有 結果 我就不理她 然後我們就 車子沿路這樣走 走去百貨公司 結果她就打電話來問 妳什麼 沒有回家 我說那關妳屁事啊 結果掛完電話 司機說 妳那朋友怎麼那麼難搞 然後我說 那我朋友 我就打電話跟她說 司機說妳是我朋友 結果她就生氣了 所以有沒有比較 就是像他們那樣子的故事 就說天啊 是姐妹嗎 還是什麼 沒有也沒關係 沒有 她的婚禮 她的婚禮上 她的婚禮 我不是穿得也滿辣的啦 就都是她老公的朋友 也說外國人 她們比較不會看我們 東方人的面孔 就是像他們認不出來 對 然後我一直跟著她 對 有一個伴郎覺得 我媽超辣的 真的有眼光 就是妳老公的朋友是不是 對 就是我老公的外國人嗎 外國人 就是妳知道外國人看 亞洲人他們有 他們自己獨特的神魅 對 然後她就喝了幾杯照 然後就一直跟我老公說 沒有 還沒喝的時候 真的有喝啦 一定要喝啦 然後她就喝了之後 然後就跟我老公說 她就說她是誰 對 她就說 好辣 她好正 然後我老公一口頭就這樣 她說 她說那個是我藏娘 那我朋友是應該喝很多 還沒喝 還沒喝 她喝四十幾度的 真的還沒喝 請不加 威士忌都喝醇那一杯 真的 又加水了 有喝 然後一直說 很喜歡她 怎樣怎樣的 那有沒有付諸行動呢 就是她就 我們一起合照 我們一起拍照 然後就拉著她 然後就一直要跟她跳舞這樣 然後就我老公就跑來 跟我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說 妳看我的審美 真的要再加油耶 真的就怎麼 就是她現場看到作片 有沒有嚇到 她都不要 妳也破壞 我真的辣妹 妳都不想 現場都是人 像那種辣妹的 她都不要 她就一直跟在我媽媽 有一些男生是戀母親節 那有可能 可能 我覺得她眼光滿好的 可能滿有水準的 才會看上我家 覺得我還不錯 她可能覺得你是老師或什麼 懂很多 懂 是穿透到內在的部分嗎 等一下 但不然妳是真的保養得很好吧 我覺得因為她的年紀 還苦下去 好像說有點多 有點難解 妳來 妳來 妳來撐一看她幾歲 因為我也不知道她幾歲 我覺得應該六十出頭吧 我六十五啦 快六十六 六十出頭 快六十出頭 妳就不能講五十幾嗎 就是她在扣著十歲 因為她看完就是說六十幾 妳還聽到講六十幾 喂 開始了 妳們好會聊天喔 像這種情況 妳就要說是五十五嗎 好 結果妳說拜託我六十五了 她剛剛想要看她這樣才九十五 對 妳說是不是要這樣子 因為妳一看就大概抓到 那是幾次的 對啊 對 妳真的很不會做人耶 對 因為私家的年紀 在推算媽媽的年紀 誰在推算媽媽 妳現在假裝不知道 我要開始玩 妳就要五十左右 謝謝 下一個 我跟我兒子也會牽手啊 人家也以為我們是情侶 對 妳現在是不是只牽兒子 不牽老公 我跟你講 我真的比較不喜歡牽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就是 手很燙 然後而且我也不喜歡 手很燙 真的 我不喜歡 很熱啦 很燙 我其實不喜歡牽手 我要帶給他身體很好 對 溫暖啊 而且我兒子也會流手汗 都是我兒子自己主動來牽我 而且我兒子牽我 他都是 十指勤勞 真的 真的 然後還會這樣子 然後十指勤勞 我以為他 我以為他一直跳羽絨共舞 對 什麼東西叫羽絨共舞 每天他都放一個 那個劉德華的羽絨共舞 然後 詠天真 環天真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一直跳舞 我以為他跳了 一直跳舞 然後為什麼我要配合他 不是 我不想配合他 可是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拒絕他 他兒子就會覺得好像我 很受傷 對 很受傷 然後我老公就在旁邊這樣 那你都會這樣 對 然後他就搗著我的腰 而且他是 談情默默地看著我的眼睛 好 然後我很開心 我們在那邊跳舞怎麼跳 看一下 跳一下 我們就是 就是這樣 我們平常就是我回到家 就是可能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就會現場媽媽 譬如說我在做事 很正常的那個 很正常 譬如說我在做事 然後我就這樣 媽 過來一下 怎樣 然後我就拿手機出來 然後我們又放音樂 然後他就播音樂 然後我就這樣 好可愛喔 怎麼唱 他就想 擁天真 環天真 有許多 什麼歌 我要跳多久 對 要跳多久 他就跳到那首歌結束 而且他的眼睛是 這個我不敢看著他的眼睛 因為通常是情人才會 然後他就這樣子 所以他不會吻上去了吧 對 然後他自己一直 就是 這是一個愛媽媽的表現 對 不行 下去了 真的 我真的想不到愛媽媽 所以我事情就很尷尬 我想說 他一直這樣含情默默看著我 我不知道看哪裡 因為你已經在躲 你老公躲很兇了 然後兒子這樣也沉迷 迷戀你 對 所以你自己沒有女朋友嗎 我目前沒有啊 我覺得很難找耶 媽媽條件這麼好耶 你好看耶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還沒有女朋友 我跟你講 我兒子以前也非常非常的愛我 那他有女朋友的時候 這位小姐有什麼事嗎 我沒有 不好意思 他是看一看的女朋友 老師以前也跟他一模一樣 回到家立刻找你 沒有 他就會找媽媽 對 我的以前都會說媽媽 以後我要跟你結婚 對 老媽都性動鬼話 結果我兒子 現在有女朋友 他快要結婚了 他連看都不看我啦 我跟你講 都已經看過結婚 當然啊 沒有 所以我會 剛開始我會很難過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是成長必須的過程 那我也很高興 我兒子 所以我跟你講 雅蘭妳要趕快享受 不然會跟我以前一樣 是不是 可是KanKan從來都說 他沒有要想跟我結婚 他不會想找我這一種 可是因為他有女朋友之後 他對妳的愛就會少了一點 他會把那個愛 轉移到女朋友身上 可是妳兒子以前 愛妳的方式是這樣嗎 會回來 沒有這樣 對啊 這是有點太誇張了 是有點太過的 太over的 對 因為一般的弟弟 你都是媽媽 我要吃什麼 你煮給我吃之類的 但是我走哪裡 跟哪裡 我做什麼 他就要去接我 送我 以前是小時候 是我接送他們 但後來他會整天黏著我 我媽 妳在哪裡 妳在哪裡 他會一直跟著我 但是當他不理我的時候 我就知道 完蛋了 他變心了 對 我媽有一個人就是 就我弟出門 然後就我媽就說 給媽媽抱一個 然後我弟就說 男女受受不輕 不要碰我 那一刻他就已經是 然後我媽就 非常受傷 我給我打電話跟他講 我那個兒子糟糕了 不愛妳了 對 他弟弟變了 好怪 我也跟他說過這種話 可是他就說 他不會這樣 他就這樣講 我是不知道他會不會 我覺得這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情 我覺得所有兒子 應該都要這樣對媽媽 對 而且他說 對 我覺得妳有一點變態 對 而且他還有更誇張的 譬如說 我們在逛街的時候 我走在他旁邊 他就說 幹什麼 幹什麼 然後就把我的手 去摟他的腰 然後我就 我就說 這樣很奇怪 太多了吧 我老公在旁邊看了說 他是我老婆耶 你怎麼這樣 你老公完全變局外人耶 對啊 他根本就是沒辦法 對 插進你們兩個之間 真的 而且我只要 他只要下課一回來 我在家裡 不管我在哪裡 他永遠都是先這樣 媽媽 你的手背好堆 好堆 好堆 然後我們兩個 就會開始一直 好堆 我們兩個就會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啊 剛剛在看什麼 我已經越迷糊了耶 媽媽也很變態啊 對啊 等等 妳跟妳媽媽 互動完之後 妳會有一段 跟爸爸的互動嗎 不會 你跟媽媽的互動嗎 你們家是不是還有一個女兒啊 有 還有一個女兒 姐姐會去跟爸爸 有一些互動吧 也會 可是不會那麼輕 也沒有像他對我這樣子 那麼誇張 我們還是都會牽手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嘴對嘴 就是親一下 對 妳跟妳兒子 我兒子 我女兒 我們都是這樣 我們都會 我們全家都是這樣 我們親嘴 對 親嘴 我們就是這樣 真的啊 就是這樣啊 對不對 就這樣子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所以就是 從那種幼稚園 就到現在就是這樣 我知道我幼稚園 也會遇過我女兒啊 對不對 真的 不是 你要問他們頭髮 他們說 等一下 你剛剛手摸什麼 我說沒有 我剛剛才起過手 然後又摸他們臉 他們說等一下 我會轉痘痘 就是 對 不會讓我碰了耶 真的 可是我兒子不會 他們剛剛親完之後 轉回來這樣 千萬不要 不要親一個 嚇一跳了 可是他們還在這裡 不要 妳看妹妹 現在不會親了吧 他連手都不親了 手都不會 對 可是我覺得我方面也是 因為媽媽真的長 太像小朋友了 妳是感覺好像有點噁心了 很像 就盡量避免被人家誤會的感覺 對 就是盡量不要被人家誤會 但是我也就是 應該是一方面是因為 我自己會流手汗 所以我就不喜歡牽人 手黏黏 對 我不喜歡牽人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噁心 我被牽的人也會不舒服 那睡前可以親一下臉嗎 現在沒有以前的小時候會 對 千萬如果突然氣妳的臉 妳會嚇壞吧 她應該會發火吧 妳可以把她抓過來 妳是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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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把我推開吧 妳在幹什麼 歡迎妳們喔 謝謝 謝謝 Brett逢元甄好了 逢元甄現在真的沒變耶 會不會很可怕 可是 對 長得一直一樣 就出道很久 所以就知道有年級 可是妳跟出道的時候 似乎長得一模一樣耶 對啊 感覺應該差不多 三十一 二而已吧 對 就想裝年輕 對 然後 而且重點是 她已經當媽媽了耶 我知道 對 OK 可以準備下觀眾了 今年六吧 四十了你 今年六 天啊 時間過這麼久了嗎 我們三個人是朋友 我們一條幾歲的時候就認識了 我們一條幾歲的時候就認識了 我們一條幾歲就認識了 我發現她真的 就是 什麼 所以妳現在 哪有 哪有 妳看妳高高不起來了 主播的那個量感 沒用了 我覺得我第一場到現在 我也有點累 來 加速進行 加速進行 因為這聲音就好放鬆喔 OK 好 嚇到了 接下來來看那個薇薇的 薇薇以前我們高中還一起 我知道她的年紀 對 妳來猜啊 男生看 這個也是 因為我以前也超 就每次薇薇演的任何MV 或者什麼都會很愛看 以前是女生 對 很漂亮 三十六 三十六妳有開心嗎 開心 差不多吧 對啊 三十幾歲 三十六啊 你們看她現在的臉 妳覺得是三十六嗎 沒有耶 因為我不認識 我在台灣的藝人不熟 所以我看妳 我沒有覺得有三十六 我覺得三十六 那妳猜幾歲 看起來滿像三十四 妳看吧 OK 妳看這邊真的不差啦 要這樣 因為實在無法講述 太誇張的數字對不對 不是 因為你們 大家已經給我一個印象 就是她可能一定三十後了 但如果我在路上看到她 我可能會覺得再更年輕一點 然後因為你們已經講 我想說那應該是三十出 而且髮型這樣這樣子 這樣學校 學生的那種感覺 OK 好 請撕 不是三十六嗎 是四十 多少 後面那數是多少 我太黏了 到底是六還八 四十六啦 不可能 怎麼可能 這個很值得叫一下了吧 對 不可能 二十八 這個是二零零八 這只有二零零八 這太驚訝了 二十四了 六 我已經用五十了耶 一頭一頭一頭 一頭一頭一頭 四年就五十了耶 還有四年 還有四年 這個很值得很棒 完全看不見是人 一模一樣 對 什麼意思啊 體態什麼都用 你是不是有吃嬰兒啊 你連一個皺紋都沒用耶 有啦... 現在差很多耶 跟二零零八 沒有 差 好 不過那個真的很厲害耶 超級強 好 很強 壓軸要來了 壓軸要來了 等一下... 你們先猜他幾歲 壓軸一定更多 四十一吧 四十一 差不多 差不多嗎 四十一左右 好 很開心 很開心 那我要吃了嗎 四十一 你們都 都在四十一 四十四十一 差不多嗎 OK 好 我的天啊 五十 你們快六十耶 怎麼會成這樣耶 五十六歲 才會在那裡啦 真的啊 我小孩都快要三十了 真的啊 真的啊 我三個小孩跟小S一樣 妳小孩已經快三十了 二九啊 二九不就三十嗎 我的天啊 真的 很浪漫喔 對啊 所以妳應該人生中 沒有任何的餓習吧 沒有 沒有什麼餓習 就也不喝酒 然後不吃垃圾食物 都不會 對 都吃很天然的東西 對 就靠天然的東西 原型食物 原型食物 因為皮膚裡面 這種是騙不了人的臉 我覺得還可以打一些美容 可是這種皮膚啊 是騙不了人的 就是非常的光滑是不是 對 很嫩 這臉很嫩 對 因為我都有在運動 對 我平常都有靠運動 所以我覺得說 運動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汗水就是 所以妳的洞鈴 有發生過什麼 很驚人的故事嗎 比如說被小孩追究 我覺得就是大概去年底吧 那時候我們就參加一個派對 去參加派對 然後就吃了很多東西 然後回來的路上 我開車開到一半 我突然肚子覺得超痛 痛到我快要爆炸 因為我腸胃非常不好 可是我又很會吃 不要看我這麼瘦 我超會吃的 那結果我吃到 你知道嗎 我就快要挫曬 然後我那個肚子 我褲子真的已經挫曬 在上面 已經噴出來了嗎 對 噴出來 然後我在車上 已經瘦不了了 然後這跟妳的洞鈴 是有關的故事嗎 沒有... 這有關係 妳沒有關係 妳要貼本耶 我剛剛才是 我要聽的是 妳被小孩子 追求 小鮮肉追求 因為前面開走是派對喔 不是...這有一個 這個 起承腸 起承腸 回來了 故事的起點是這樣的 然後我就去醫院了 有一個小鮮肉嘛 就跑來一直看我很可憐 就一直 攀扶著我 然後在廁所門口 一直等我出來 然後我就痛到快要爆炸 我真的快受不了 他就沿途一直在照顧我 然後那時候 我就打點滴啊什麼 他就中途就一直問我 那看起來就不到三十歲 他就說 你看起來這麼瘦 你這樣好可憐啊什麼什麼 我帶你去中醫保養什麼的 他說我有認識 就是有陌生的小鮮肉嗎 對 就是 就派對認識的剛剛 不是派對 就在醫院認識的 對 醫院我就是很痛的時候 他幫助我 我們就互相留了訊息 他說他有認識 很好的中醫 可以幫我喬體質 結果我們就去一個 三重的地方看了中醫 他就如約 他也在那邊等我 然後我們就一起看了 所以他真的是想 泡妳的感覺嗎 對 結果我們看 我都不知道我想說 我就一直跟我小孩子在講 這個人實在太好了 還幫我去付醫藥費 然後我就想說 還付 對 因為那時候我健保卡 是給那個櫃檯嘛 那那個地方也沒有寫 寫那個叫做年齡 對 都沒有寫 他直接Key到電腦裡面 後來我就自己進去 那第三次之後 他就約我出來看電影吃飯 那我想說OK 妳為什麼不趕快先 講說妳年紀有多少 還說妳真的想要跟他怎麼樣 不是 因為我一直是覺得說 他就是一個很好心的 我們就當朋友 就是 莫逆之交嘛 我說年紀大也是 莫逆之交 我覺得也不錯 那我這樣可以了解 我自己家裡小朋友的心態 後來我真的是傻哩傻氣 我們就去吃飯看 他說 姐姐其實我知道妳是比我大幾歲 但是妳能接受我嗎 我就說 蛤 我說接受妳 我說 妳得要問過我家的小孩喔 而且我不是只有比妳大一點而已 妳要尊重妳媽媽 問一下妳媽 結果 她當時幾歲 那個小男生 她當時二十九 然後我五十五歲 我們她二十六歲 她聽到我五十六 她嚇一跳 我說 我說本來我只是想 幫妳當莫逆之交 藍顏之己 沒想到 她真的要追妳 對 她要追妳 那妳五十五歲的時候 表情是怎樣 回家 她就 嚇到吃手的時候說 妳不是故意要拒絕 在嚇到吃手的時候 一直一直這樣 她說 妳不是故意想要 因為拒絕我 她說也太誇張了吧 對 她就覺得 不太可能我會當她這麼多 因為她看我的外型 因為那天我也是 我都穿得比較年輕嘛 所以她就覺得 應該 然後我談吐 這個感覺就是 她覺得不太像媽媽的感覺 她本來想說 我是不是故意要嚇退她什麼的 所以妳如果在 比如說想泡一個女生 然後最後得知 妳說她既然是五十六歲 妳有沒有覺得怎麼樣 我會很想 就覺得這基因應該是有遺傳 妳是棒棒的 因為我以前也超 十五年吧 就每次我也演任何MV 或什麼都會很愛看 以前是女生 對 很漂亮 三十六 三十六妳有開心嗎 開心 差不多吧 對啊 三十幾歲 十六啊 十六 你們看她現在的臉 妳有覺得是三十六嗎 沒有 因為我不認識 我在台灣的藝人不熟 所以我看妳 我沒有覺得有三十六 我覺得三十六 那妳猜幾歲 看起來滿像三十四 妳看吧 OK 妳看是不是真的 妳看吧 要這樣 因為實在無法講述 太誇張的數字對不對 不是 因為 你們大家已經給我一個印象 就是她可能一定三十後了 但如果我在路上看到她 我可能會覺得再更年輕一點 然後因為你們已經講 我想說那應該是三十出 而且髮型這樣這樣子 這樣 學校 學生的那種感覺 OK 好 請撕 不是三十六嗎 是 多少 後面那是多少 我太黏了 到底是六還八 四十六啦 好 一一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個很值得叫一下了吧 對 不可以 好 這個是二零零八 這只有零零八 這太驚訝了 六 我已經過了五十了耶 二零一 四年就五十了耶 還有四年 這個很值得很棒 完全看不見一模一樣 對 什麼意思啊 體態 妳是不是有吃嬰兒啊 妳連一個作文都沒用耶 有啦 現在差很多耶 跟 二零零八都沒有 沒有差 不過那個真的很厲害耶 超級強 好 很強 壓軸要來了 壓軸要來了 等一下 你們先猜她幾歲 壓軸一定更多 四十一吧 四十一 對 差不多嗎 四十一左右 好 很開心 很開心 那我要吃了嗎 四十一 你們都 都在四十一 四十四十一 差不多嗎 OK 好 好 五十 你們快六十耶 怎麼會是這樣耶 五十六十 天啊 真的 我小孩都快要三十了 真的啊 我三個小孩跟小S一樣 妳小孩已經快三十了 二九啊 二九不就三十嗎 真的 好難喔 對啊 所以妳應該人生中 沒有任何的惡習吧 沒有 沒有什麼惡習 就也不喝酒 然後不吃垃圾食物 都不會 對 都吃很天然的東西 對 就靠天然的東西 原始食物 原始食物 因為皮膚裡面這種 是騙不了人的臉 我覺得還可以打一些美容 可是這種皮膚是騙不了人的 就是非常的光滑是不是 對 很嫩 這臉很嫩 對 因為我都有在運動 對 我平常都有靠運動 所以我覺得說 運動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汗水就是 所以妳的洞鈴 有發生過什麼 很驚人的故事嗎 比如說被小孩追究 我覺得就是大概去年底吧 那時候我們就參加一個派對 去參加派對 然後就吃了很多東西 然後回來的路上 我開車開到一半 我突然肚子覺得超痛 痛到我快要爆炸 因為我腸胃非常不好 可是我又很會吃 不要看我這麼瘦 我超會吃的 那結果我吃到 妳知道嗎 我就快要挫曬 然後我那個肚子 我褲子真的已經挫曬 在上面 已經噴出來了嗎 對 噴出來 然後我在車上 已經受不了了 然後 沒有... 真的有關心 妳要貼本耶 我剛剛都是才是 我要貼的事 妳被小孩子 追求 小鮮肉追求 因為前面開場是派對喔 這有一個 這個 起床長 起床長 回來了 故事的起點是這樣的 然後我就去醫院了 有一個小鮮肉嘛 就跑來一直看我很可憐 就一直 攪扶著我 然後在廁所門口 一直等我出來 然後我就痛到快要爆炸 我真的快受不了 他就沿途一直在照顧我 然後那時候 我就打點滴啊什麼 他就中途就一直問我 那看起來就不到三十歲 他就說 妳看起來這麼瘦 妳這樣好可憐啊什麼什麼 我帶妳去中醫保養什麼的 他說我有認識 就是有陌生的小鮮肉嗎 對 就是 就派對認識的剛剛 不是派對 就在醫院認識的 對 醫院 我就是很痛的時候 他幫助我 我們就互相留了訊號 他說他有認識 很好的中醫 可以幫我調體質 結果我們就去一個 三重的地方 看了中醫 他就如約 他也在那邊等我 然後我們就一起看了 所以他真的是想 泡妳的感覺嗎 對 結果我們看 我都不知道想說 我就一直跟我小孩子在講 這個人太好了 還幫我去付醫藥費 然後我就想說 還付 對 因為那時候我健保卡 是給那個櫃台嘛 那那個地方也沒有寫 寫那個叫做年齡 對 都沒有寫 他直接Key到電腦裡面 後來我就自己進去 那第三次之後 他就約我出來看電影吃飯 那我想說OK 妳為什麼不趕快先 講說妳年紀有多少 還說妳真的想要跟他怎麼樣 不是 因為我一直是覺得說 他就是一個很好心的 我們就當朋友 就是 我年紀大也是會有 一小孩或一小孩 我覺得也不錯 那我這樣可以了解 我自己家裡小朋友的心態 後來我真的是傻哩傻氣 我們就去吃飯 跟他說 姐姐 其實我知道 妳是比我大幾歲 但是妳能接受我嗎 我就說 蛤 我說接受妳 我說 妳得要問問我家的小孩喔 而且我不是只有 比妳大一點而已 妳要尊重妳媽媽 問一下妳媽 結果 結果 對 她當時幾歲 那個小男生 她當時二十九 然後我五十五歲 她二十六歲 她聽到我五十六 她嚇一跳 我說 老娘生妳都可以了 妳知道嗎 我說本來我只是想 把妳當莫逆之交 藍言之己 沒想到 她真的要追妳 對 她要追妳 那妳五十五歲的時候 表情是怎樣 她就 嚇到吃手的時候說 妳不是故意要吃手 真的嚇到吃手的時候 一直一直這樣 她說妳不是故意想要 因為拒絕我 她說也太誇張了吧 對 她就覺得 不太可能會當她這麼多 因為她看我的外型 因為那天我也是 我都穿得比較年輕嘛 所以她就覺得 應該 然後我談吐的感覺 就是她覺得 不太像媽媽的感覺 她本來想說 我是不是故意要嚇退她什麼的 所以你如果在 比如說想泡一個女生 然後最後得知 她既然是五十六歲 妳會怎麼樣 對 其實就是在台灣 就比較沒有機會 因為大家都認識妳嘛 對 所以有一次 在歐洲出外景的時候 就好開心喔 路上就有那個 外國男生會搭訕 因為他們看不清 亞洲女孩的年紀 後來我就跟工作人員說 拜託 就讓我享受一下 這虛榮心 就是 就不要拆穿我這樣 所以是紛紛有很多 老外搭訕嗎 對 後來我們剛好同行的 有一個工作人員外國的 他就 就是一直對我獻殷勤 可能怕我早晚溫差太大 還把他外套給我 後來會問我收工 會不會肚子餓 還幫我準備早餐的咖啡這樣子 後來到有一天 就是那一天拍的行程是 營活晚會 後來我的搭檔 就是喝了一點紅酒 他終於忍不住了 他就問那個男生說 弟弟妳今年幾歲 他說我二十三 他說 你去找年輕的吧 因為他忍不下去了 他說你們不要再那麼虛偽了 可是我就覺得大十二歲 就是可以享受這種背景 沒有 因為妳接著在那個 阿姨的故事後面 就覺得說妳這個還好 妳好像還是可以偷偷看 十二歲我覺得還滿合理的 可是我還有很不堪的 就是我有一次服裝秀的話 有也是跟外模合作 但因為他長得特別漂亮 很精緻 像娃娃一樣 所以我就跟他攀談 後來我就跟他 就不小心聊到年紀 他說他十九歲 我就說你十九歲好年輕喔 我只想說他的好話 因為我想避開這個話題 結果他也回問我說你幾歲 我就 我三十九 他就說 你看我媽媽同年耶 然後我都不知道 怎麼跟他繼續走下去 這句話很傷耶 真的有點 可是他後面有沒有補說 可是妳怎麼看起來 那麼年輕 外婆人好像 我會不太會長在那裡 反而是我在安慰自己 我說 你媽媽好年輕喔 我也希望我女兒 跟妳一樣大 所以我就自己 就是有傷到自己 這句話有傷到妳了吧 對 以後就不 不隨便跟人家聊天 大家應該很想知道 你們是如何維持樣貌 一直維持在這個狀態下的 真的 是請運動 還是說不吃什麼 花錢 所以是 不斷地做醫美嗎 還是 電波拉皮啊 電波拉皮是多少 只要做一次 很老實嗎 所以有一定要瘋狂的運動 或者是不能熬夜 還是什麼之類的嗎 我是很佩服 因為我都會看妳的運動 我真的沒辦法運動 我真的會一直夾運動 很好 我要偷的嗎 就是有運動的時候 趕快一直拍一下照 對 然後其實大部分時間 可是妳還是維持瘦啊 那因為像我一個人 我覺得吃很重要 我真的沒有辦法不吃 我會憂鬱 對 所以我就是還是吃 然後就是盡量穿一些 可以遮住 你看人家就是個大瘦子 好不好 因為我就遮住了 然後照片不準 因為照片你就可以瞧角度 對 那其他 你說臉的話就是醫美嘛 我就很相信 一個科技這樣子 電波啊 然後會開始有斑啊 就雷射啊 然後按摩啊 坐臉 然後有不菸不酒嗎 不菸 但是酒 但是要酒 就是開心 我覺得開心才是讓妳 對 我覺得心情好 會好像看起來比較年輕 對 因為不喝酒 妳就是會覺得 人生真的沒希望 有時候還想喝 對 需要喝酒 真的 天啊 所以馮媛甄是 妳說妳生了小孩之後 反而會保持不住 妳現在的狀態 對 我反而覺得 因為生小孩之後狀態會比之前好 因為之前就是年輕就忙著玩啊 後來就是會一直上妝啊 熬夜啊 什麼那類的 後來飲食不均衡 就是愛吃什麼麻辣鍋啊什麼的 可是現在有了小孩之後 妳就幫他煮飯 妳就陪著他吃 雖然剩下的飯菜很難收 後來就是 也沒有其他生活了 就是在家陪他就是 十點鐘入睡 早上七點起床 所以就莫名變得很規律 所以會變得比較 狀態比較 就緩和了 就比較長得慢一點 等於這就是健康的生活做起 讓妳越來越年輕 對 就平 就是慢一點啦 那妳有在喝酒嗎 我就是只有一點點 因為在家一下就 就睡著醉了 所以妳現在人生的樂趣是什麼 沒有 吃飽吃 就是女兒睡著之後 就是可能叫韓式炸雞來追劇 哇 好厲害 妳說妳有去食宵夜嗎 對 她食量很大 她可以吃幾顆水餃妳自己講 就十里十顆 怎麼可能 沒有嗎 對 可是因為 那個就是 是說這麼小嗎 就是我朋友圈食量最大 然後五十五顆喊肚子餓 然後卻吃不胖的人 所以說 可是因為 怎麼可能都這麼年輕人 還吃不胖 真的 怎麼胖 可是我其實有營養師說 只要妳保持心情愉悅 消耗卡物理是快的 所以妳就是 寧可吃讓自己開心 也不要妳很難受 那種代謝不好 放的都是她老公 所以妳這個是認真 要跟觀眾講的事情嗎 我是覺得 就是妳可以大吃大喝 不要大吃大喝 但是只要是開心的就好 客製一點 可是就不要到 不吃 對 因為像手搖引 我還是會習慣性的就是 看到還是會心癢 那心動了我就喝吧 就是都不要 因為如果每天都要減肥 然後什麼東西不能吃 不能喝 妳真的會很 心情很郁悶 對 會不漂亮 因為妳肌膚狀態也不好 所以我就建議說 大家開心就好了 對 也是 所以韓竹 妳看妳聲音一亮 妳就會覺得說好年輕 妳剛才那個菸掃 我真的覺得是 我還有菸掃 妳回 不要 妳是很冰喔 還有菸掃 還有菸掃 這樣 妳有因為妳的年紀 得到什麼好處過嗎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出去出差 就是到那個園場去參訪 然後台灣總經理 就跟我們一起到園場 他現在聲音讓我無法攻擊耶 真的嗎 就到台灣車子 我們是台灣一團媒體團 到那個日本園場去參訪 結果我們去的那團媒體團 竟然台灣總經理的兒子 也跟著來 就是讓我們 可能想跟爸爸一起出差 慢慢起來了 對 想跟爸爸一起出差 但是他其實是來玩的 親個談 親個談 這樣一下 好 然後呢 然後我們在那個 在日本團的時候 他的兒子就對我特別好 比方說早上大家整隊 要搭那個遊覽車 去工廠參訪的時候 大家在寒風中等遊覽車來 他兒子就只會去買 一杯咖啡給我喝 給我說 這個給妳喝 我怕妳冷 然後就在全團的眼裡都看到 然後還有什麼 他跟我講說 等回台灣之後 我把台灣的公關贈品 全部寄給妳 讓妳有吃不完的食物 什麼什麼的 就講得非常好 甚至還跟我講說 妳要是這個出差 晚上很無聊 妳可以來我房間 我有帶Wi 帶那個Switch來 我們可以一起玩 她幾歲 那時候都沒有聊到那麼多 就是 就一起出差 然後三天兩夜的出差 行程結束之後 那個企業公關 就把我們所有記者集合在一起說 要我們要我們的那個電郵 因為之後要上傳雲端 可以分享影片給我們 那每個人就要爆出自己的電郵 那我那時候註冊Gmail的時候 通常大家不是都會寫生日嗎 所以我就跟公關講說 我的帳號是多少多少 711216 然後那個 總經理的兒子在旁邊聽了說 妳為什麼取這樣的電郵 我說 對 我的青生年月日 她有整個大驚 她說妳是七十一年次 十二月十六日 我說對啊 然後我 大她十四歲 然後從那天之後 然後我們就在默默上了飛機 回到台灣之後 說好要給我的公關品 全部都沒有寄來 說好要給我的公關品 斷尾線的公關品 說好要給我的咖啡 還要還回來 所以我好像被指令 我吃都吃不完的公關食品 都沒有寄來 然後我們就失聯了這樣子 可是至少當時有被搭訕 都還是很爽快 對 因為那時候 在日本出差的時候 你也不會想說要怎麼樣 就覺得有個聊得來的人 可能對你比較好 或是雖然說可能攝影大哥 都說我猜他一定很害你 可是也沒想那麼多 覺得有咖啡就喝 有什麼就喝 但是我沒有去玩攝影機 因為晚上我們忙得要 我覺得妳現在真的很適合 搭配咖啡耶 對啊 可是 對 可是搭配咖啡 是妳知道絕配 所以博士也是被人家 誤認為是小孩嗎 還是 對 我之前帶學生在醫院 要幫病人換藥的時候 因為我們基本上去 去那個病床旁邊 我們不會特別在那邊教學 因為這樣很不尊重 所以我就會直接在學 帶學生進去 然後那個病人 他的傷口是從臀部到背 伸進去裡面的那種 什麼意思 他是入瘡 他的外面口在這邊 可是他裡面的傷口這麼深 哇 反正就很深 我們要幫他換藥 然後是要換藥 就是要一些工具等等的 那時候我一去玩 他旁邊的那個家人就說 妹妹啊 妳要不要叫那個 妳們誰擠來 我說不用啊 我來可以換就可以 他說 我說學姊在忙 我來換就好 他說 不然要找一個 比較有經驗的來 我說 我就很有經驗了 他說 妳要不要叫老蘇來 我說 我就輸老蘇 妳就這樣 妳就這樣 好嗆 對 我就直接這樣 我說是老蘇 妳請妳坐在這裡 對 我就這樣 好帥喔 雖然他以為妳是學生 他有學生 他不信任妳 對 他一直就叫我出去 可是妳當時是生氣 還是高興 當時我是覺得 為什麼 我是有點不高興 就覺得他不相信妳的專業 對 可是後來事後現在回想 妳應該覺得是開心的吧 開心的嗎 可是當下我會覺得很毛燈 因為有時候專業就是 年紀都被人家覺得 好像不夠專業 但是我又不想為了專業 把自己弄得很醜 可是妳是怎麼維持 如果是從以前到現在長差不多 開心的吃東西 這是真的 真的 我覺得妳們會一直誤導 就同一招 是真的 就是佛系減肥 就是妳不要特別吃宵夜 因為妳如果刻意減肥 妳反而會想吃更多 妳不要想減肥 所以不要每天都把減肥 掛在口中 對 妳反而不要想減肥 妳會自然而然的維持 或是變瘦 但是吃東西就是要有祕訣 就是我譬如說在五點之前 我會把想要吃澱粉的東西 把它吃完 那假設過了五點之後 我很想吃 我就會非常期待隔天 我就會隔天再吃 但是五點之後還是會吃東西 就是吃沒有澱粉的東西 所以等於說妳五點之後是不吃 我會吃 就不要 盡量不要吃澱粉 就不要吃澱粉的 對 那剛才也是大鳳爵詞啊 所以它其實真實還是 五點以前吃一些比較重的食物 然後五點之後 就吃一些 對 肉味或食材 我覺得晚上控制 差很多 白天倒是沒差 而且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白天不要吃 然後晚上就開始 反正說我等這一餐 可是反而有時候 你等那一餐 你身體會吸收得更多 你會吃得更多 天啊 所以我覺得到頭來現在 目前為止聽到的都是 心態的關係 對 都是不忌口 但是保持心情愉悅 對 因為如果女生一直擔心說 我是不是很垮 我是不是臉腫 我是不是不能吃東西 你真的會覺得說 人生很不開心耶 就也不開心了 對 還要很重要 什麼東西 保養 做臉跟 就是電波音波之類的 我覺得可以不用去塞一些 有的沒有的 就不要注射什麼東西在臉上 對 但是電波音波跟做臉 就是阿姨級粉刺那種 就定期的保養還是要做 我還想補充一點 因為我小孩都比較大了 我覺得要跟小朋友當朋友 對 自己也是耶 因為我都帶助理 然後我的助理都跟我差 現在真的是年紀越差越多 起碼都有十歲以上 然後你就會發現 基本上你跟年輕人相處 他們說的話 用的東西 看的眼界 看的電視什麼 透過他們嘴巴說出來的 我都會吸收進來 自然而然 又可以跟其他小朋友 混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生物 我就是完全都是 整天都嘻嘻哈哈 然後就這樣過 就是要跟上年輕人的腳步是不是 對 但是如果你看同年紀的 像我同年紀 有很多的 已經不知道生幾個孩子 他們每天說出來就是 老公怎樣啦 孩子怎樣的 一天這樣說 不要 妳講中了 不能 中到妳了 所以不能講老公和小孩的事嗎 不是啊 就是 不是 就是 妳婆婆媽媽就老了 妳一定要跟年輕人講 年輕人時下的話題 可是我小孩很值得講耶 對 很健康啊 沒有 她還小 長大一點的時候 就不能在婆婆媽媽 真的在婆婆媽媽 妳就落伍了 而且妳不管是任何化妝髮型 大概跟他們都是如出一側 然後穿他們的衣服 然後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互相 結果他們就覺得 我們很年輕 我們不要說真的 就跟婆婆媽媽混 就是不要一群女人 就聚在一起 就會立刻聊說 我老公怎樣 我想要怎樣 那就沒可能亮到 不行 真的 不行 沒有啊 妳應該講中了 不行 應該都會跟妳說 她衣服怎樣的 就是OK的 平衡 妳有平衡 因為我那天去工作的時候 一進攝影棚 然後那個攝影師跟我很熟 他就說 我就跟他打招呼 他說 姐 妳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好 然後我說 是氣色還是怎麼樣 就是應該會 那個氛圍會被人家感受出來 然後因為那幾天 我一直在抱怨我的小孩 跟就是家庭的生活 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 所以真的被妳說中耶 真的不行 一定要保持年輕人現在 跟小孩混就對了 對 我覺得有時候要忘記 甚至忘記年齡 而且有時候我會忘記年齡 所以我要呼吸 我的孩子對不對 對 不是 我家庭都沒有 沒有三個小孩 小孩子 像我 我小孩子 他們很喜歡找朋友來家裡 像前一個月左右 我們每個禮拜都找朋友 像他很多外國朋友 來家裡玩 結果我每次都說 不要叫我媽 反正他們都叫我Paulina 結果我們那時候 四個人在打牌 其中有一個美國人 他是同性戀 是Gay 結果我們一直打 打到中途的時候說 那你這樣子 你媽媽會不會覺得 就說你怎麼出櫃 你有沒有告訴你媽媽 他中文講得超好 他說 你不是也是雷斯鞭嗎 他說你跟他不是一對夫婦 他以為我跟另外一個 不到三十歲是一對 我說我的天啊 我說對面那是我女兒 這個是他朋友 他說我一直以為你們是朋友 我說他說 我真的 你女兒看起來還比你老吧 倒是沒有 但是他覺得我年輕 他說他以為我跟另外一個雷斯鞭 這是我覺得 真的很差異 所以那時候我問了他一句 太太一直覺得懷疑 想說我可能三十幾歲 跟另外是一對夫婦 就沒想到最後我是媽媽 他就嚇一跳 他說也很年輕了 媽媽怎麼還可以跟大家 這樣子混著打牌什麼的 然後就聊得都很輕鬆 對 就是說我覺得 就是要跟他們心態 不會就是動動講大道理之類的 不講 完全不講 都跟他們五四三 他們講什麼就跟他們這樣子 可是我不懂 妳說妳長期在吃廚餘 是什麼意思 對 不是我吃 就是我吃 因為我是家庭主婦嘛 那我常常煮菜的時候 我就會例如說一些蔬果 瓜類 蘋果 反正我只要切完 做給小朋友吃 或者是打蔬果汁什麼的 我都會把剩下的那些 把它弄成泥 然後臉上就 或者是 或者是有時候煮個蛋 然後蛋的那個蛋液有沒有 就是把它拿來這邊 弄到鼻子變妙鼻貼 結果有時候我鄰居啊 有時候會來我們家 就是畫家常什麼的 然後動不動就看到我 東胡西胡 他們就叫我廚餘皇后 結果 妳不是吃廚餘 妳把那些往臉上放 我不是吃 天然的最厚 叫綠豆粉拿來抹這個什麼 有沒有 膝蓋 有沒有 卻角質 可是妳有嚴格控制 比如說晚上幾點以後不能吃 這個我不控制 因為我就是吃不胖 所以我就還好 我覺得 像我吃東西吃完 我覺得 因為我愛睡覺 睡覺真的會 睡覺的感覺 我入睡啊 會減很容易睡啊 就是吃 有時候吃東西吃一吃 或是躺在那邊就是 就會睡著啦 我吃 我吃得多 反而不會胖 但是我不睡覺我會胖 會胖 代謝 睡覺比較好 所以妳要睡多久 我其實在生小孩之前 我要九個小時 然後我睡起來 我有時候室友還會 就是學生時期 都說妳幹嘛 戴妝睡覺 就是妳真的就是要很暗 然後冷氣要飆到最低 十六十八度 大概年貝 對 然後大概年貝 然後我睡超過九小時起來 那皮膚真的潮這樣 很好 可是 我吃 我吃很多 但是我如果睡很好 我就不會有肚子 然後就會瘦瘦的 可是如果我沒有吃 一整天沒吃 但是我也是沒睡覺的話 我其實隔天起來會是 肚子會有感覺是鬆鬆的 就是會胖 睡眠會讓妳維持 好的狀態 會 所以妳現在是堅持九小時嗎 沒有 有小孩後就沒有 但是就是找到其他方法 就是用補品 就吃補品的方式 然後像剛剛大家都講說 吃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百分之七十 妳的體態是 百分之七十是在吃 對 吃出來的 其實 睡覺跟吃真的很重要 對 因為我也是看過一個 就是維持健康跟就是 動靈的方法 運動比睡眠在後面耶 睡眠是最重要的 真的 然後我看的時候我想說 這實在太安慰人了 睡還會 這個如果可以長期躺 那邊不動 我就會很傷心 你會輸人嗎 行啊 可是萬一失眠的人怎麼辦 因為像我就是很難入睡啊 然後我就必須睡前想說 喝一點酒幫助睡眠 可是喝酒之後的睡眠 反而睡不好 對 太軟了 妳會以為妳睡很多 可是那過程是不好的 對 我有辦法睡 就不受一下 我之前也是都睡不好 就是就算妳喝了 喝酒我是後來真正 有去問就是睡眠科醫生 醫生就說 那是假象 妳會很忙 醫生都會這樣講 就是說那個 可是他說真的就是妳 其實妳後來 他在排妳的酒精的時候 其實妳是沒有真的在休息 妳的頭腦都在 對 然後妳可能會做夢 會幹嘛 然後 對 所以喝酒 妳就真的只能是開心喝 妳不要想騙自己說 我是好好睡覺 沒有 然後我後來是 前面 妳怎麼辦 妳可以開心喝啊 我們在聊媽媽進 然後又是靠酒精 才能入睡 對 可是我後來是因為 參加一個那個 藉酒協會嗎 醫療節目 這是這麼誇張 醫療的 然後我才知道說 要吃美根蓋 對不對 醫生 真的 真的 我有聽過這個 美根蓋 然後我覺得我那一天晚上 那天吃晚飲 我就去隨便康士美買了 美加蓋 然後一天她說可以吃到四顆 我那天晚上就睡前 洗澡前就吃兩顆 但是我那之前 也是有喝了一兩杯 就是微微很開心 去洗完澡我就吃兩顆 然後我就催上她 真的叫到天亮耶 對 美根蓋 對 真的 因為我是最近聽到這個故事 就是說有一個媽媽 就是已經年紀很長了 她就一直跟醫生說 我就是睡不著 睡不著 然後就一直說 她都要吃安眠藥什麼什麼的 然後她就說給我 妳再繼續開藥給我 對 然後後來那個醫生就開藥給她 然後她吃了之後就睡得很好 然後她就問那醫生說 妳是開什麼安眠藥給我吃 怎麼睡那麼好 她說沒有 我要吃 因為美根蓋 對 美根蓋 然後如果妳又比較焦慮一點點的話 妳就在B群 B群不是提神嗎 B群要睡覺 B群晚上 冒卡 都晚上是B群 B群沒有提神的耶 可以 早上醫生提神 但是晚上 沒有 都不會提神 都不會嗎 都不會 好 來啦 好 來 博士B群 還是來幹嘛的 不會嗎 鏡頭在哪 妳也要看鏡頭啊 要跟觀眾講 對 B群不會提神 因為我們在接受壓力 或工作的時候 我們會流失B群 對 我每次一類 我覺得說兩顆黃的 所以我們在補的是那個 流失的 對 所以沒有 所以我們會有那種 錯覺是精神好 那個是原本的精神 妳並不是因為這樣比較好 對 妳是缺少很久了 而且妳要每天吃 所以有些人 B群缺乏太久會失眠 對 所以不要講說什麼 睡前吃B群會睡不著 那個是心理作用的睡不著 所以也不會提神 不會 也不會 B群不可能提神 尤其現在的壓力 不會讓妳提神 可是明明廣告都是這樣演啊 吞了很高 說哇 工作開始不懂 對啊 然後我就穿這樣 而且B群裡面也不可能 每一個都會有黃色 很多人都說 妳吃B群什麼 有尿出來代表 真的妳缺糖 好黃 那個黃色叫B2 沒有B2的就不會有顏色 B2 對 B 那個是黃的 那個是B2 真的 就是維他命B2 就是B2 對 還是B2 對 B2 對 它如果沒有這個成分 妳的那個維他命 尿出來是白的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需要 B2是不是 B2跟B6 是會讓皮膚好的 B2跟B16 B6 B6 可是妳需要B12 B12也需要 因為妳要鎮定 對 所以到底要吃幾顆啊 它有B群嗎 我就是我的病 對 B每鋈 睡覺 吃完晚上再吃 然後睡前再吃鋈 妳應該會睡得比較好 它沒有辦法中和成一顆嗎 中和成一顆 那個劑量就會比較少 因為我姐姐 有在吃這些營養品嗎 我沒有在吃 我只有吃蜂椒而已 因為它都敷在臉上 蜂椒也很好 對 我都敷在臉上 對 對 還有魚油也很好 魚油也 魚油可以抗發炎 對 抗發炎 所以魚油是真的可以 它可以讓眼睛不乾 也可以讓身體全身抗發炎 就是可以 可是我有聽別人說 魚油這種東西 一定要是吃過飯之後 才可以吃 對啊 它才會有用 魚油跟葉黃素都是 對 因為我之前就是 一起床我就立刻那個 葉黃素 對 然後就說妳 葉沒有用啊 一定要吃完飯 我想說為什麼 因為它們是脂溶性的 脂溶性的一定要有油脂啦 不一定要白飯 但是妳的旁邊配的要 起司也可以啊 妳要有配有油的東西 妳吃進去它才會吸收 哇 妳今天好有用喔 好自尊耶 妳現在怎麼這麼回來了 對 所以像B跟C 可以早上吃 對 它水溶性的 那但是像脂溶性的 像A D E K 不要吃過量 然後要配 就是等到A D E K 那天我一定有點飛到了 D啦 反正就是綜合B群就對了啦 對 第一群早上吃啦 妳要晚上吃也沒關係 我現在都睡前吃耶 因為就自從看報道說 睡前吃 會反而幫助睡眠 還都睡前吃 我覺得還不錯 妳要幹 所以馮媛姐妳是陪小孩 睡這樣可以睡多長 我基本上就每天 八個小時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有時候 也有難入睡的狀況 可是我用很笨的方法 我想說女生手腳冰冷 所以我想說暖一點 所以我就會就去 睡前喝熱湯 換暖了 換血糖上來了 所以比較好入睡 跟血糖沒有關嗎 真的嗎 只是因為全身放鬆了 放鬆 所以請問如果喝熱牛奶 到底會不會幫助入睡 因為牛奶裡面有鈣 熱裡面可以讓我們身體循環 對 但是其實睡前 我還是不鼓勵喝太多東西 因為妳這樣躺下去 很容易餵食到逆流 連熱水都不行嗎 熱水可以 可以一點點就好 不用太多 睡前如果說泡腳熱的 可以對不對 OK 血液 我目前覺得蓋真的很有效 蓋很好 所以妳現在有沒有很有成就感 大家都很認真的問妳問題 好有 妳大家好需要妳 因為我只有這個時候才 蓋了就用她 什麼都留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鈴鈴 可以 eg IoT 享樂 和